吃牛肉真的是會讓運氣變差 以靈學來講的話 為什麼我們吃牛肉會比較衰 因為他們在經過被屠宰的時候 他們的臨是驚恐不安的 那這一股怨氣呢 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影響我們 那基本上屠宰的人會有殺業 那吃的人當然會有小部分的凍業 就是吃牛肉會倒打我們的百貨 我們的運氣在行走的時候 那個氣會被阻塞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運氣比較不好的時候 那我真的建議說就盡量少吃牛肉 像我常常在公廟 就是有的人一靠近來我就說你殺業很重 然後或者說累次有犯了什麼殺業 這個其實都是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靈或者是八字上 都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吃牛肉是真的會衰嗎 吃牛肉真的是會讓運氣變差 以靈學來講的話 為什麼我們吃牛肉會比較衰 因為他們在經過被屠宰的時候 他們的靈是驚恐不安的 那這一股怨氣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影響我們 那基本上屠宰的人會有殺業 那吃的人當然會有少部分的供業 但是有的比較特殊案例 譬如說身體非常缺營養的 然後醫生會指導說你要多吃牛肉 因為牛肉的鐵質比較豐富 這個是被允許的 那如果說以靈性 以靈學 以靈性來說 都是不建議吃牛肉 那為什麼呢 基本上從我學靈學開始 我就有一個認知 就是吃牛肉會倒打我們的八塊 我們的運氣在行走的時候 那個氣會被阻塞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運氣比較不好的時候 那我真的建議說就盡量少吃牛肉 像我常常在公廟 就是有的人一靠進來 我就說你殺業很重 然後或者說累次有犯了什麼殺業 這個其實都是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靈或者是八字上 都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阿薩有曾經看過動物的怨靈嗎 會看到許多信徒身上 都會有動物的怨靈 這個是常看到的 那很多信徒 他們就常常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災病 這裡痠那裡痛 然後信徒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都覺得身心難受 然後坐立難安 然後原來 原來透過靈學來觀看的話 原來就是譬如說有時候 他可能是屠宰了過多的積壓 有時候可能是有一條蛇盤踞在他身上 然後可能會忽然咬他一口 這是一般肉眼當然是看不到的 如果說你有學道 或者是學佛 或者是學靈修的方面 他也會有一種他心通的那種感覺 他會知道說對方原來是業力的牽引 大家會問說吃豬肉啊 吃羊肉啊 或者說吃雞鴨魚肉 也都是殺生 那為什麼為什麼只有牛不能吃 那因為呢 如果說這樣整個比起來的話 牛的靈性物性是特別高的 當然只要吃肉都是會有相對的供應 牛的靈性呢 跟物性都比 比豬鴨魚這些 都還要來得高很多 考前我不吃牛 那真的可以幫助到考驗嗎 那真的是可以 只是說效果是因人而異 那你跟動物結院 多少都會對我們的運勢有所影響 只是說他影響的方面是非常廣泛的 所以他不一定是影響你考試 有時候可能會影響你車關 或者說身體病痛 所以呢你說不吃牛可不可以幫助考試 那是可以的 因為會少一些干擾 然後會讓我們心思比較平靜 所以呢有時候我會說 不吃牛可以幫助我們穩定心思 尤其呢像有些人呢 他考試會比較容易緊張 那如果說我們有去拜拜呢 求護身符啊 然後再加上他可能不吃牛肉 他就覺得說神明都有在保護我 然後他自己的心思就會定下來 那對自己呢就比較會有信心 那為什麼很多人吃牛肉呢還是過得好好的 吃牛的影響呢 那比較輕微的可能就影響運氣 那如果說比較重的話 可能會有雪光之災 那基本上大多數人的影響都比較輕微的 當然也有看過說 吃牛肉然後他生病了 或者說出車禍的 那但是這個是非常少的案例 這個大部分是你的命格有關 我還是會建議說大家盡量不要吃牛 然後呢我曾經看過一個 一個小姐他本來都一直吃牛肉 那有一天他剛好到佛堂去拜拜的時候 剛好遇到一個出家師傅就跟他講說 你要記得你不能吃牛肉 你如果吃牛肉的話 你49歲一定會遇到一個車關很嚴重 然後當下他有嚇到 但是他半信半疑 那時候還有三年的時間 他那時候雖然有有點懷疑 但是他有照做 他就從那一天開始他就不吃牛肉 結果他真的他49歲的時候 真的出了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車禍 可是當下他真的幸免予難 而且只是皮肉傷 他車子真的是卡在人家貨車的後面 但是有一股力量幫助他 所以他後來呢 他再回到那個佛堂要找那個師傅 那個師傅已經不見了 他原本就非常的納悶說 為什麼在生命當中忽然出現了一個貴人 然後忽然就提點他 然後後來呢 他才知道說 原來是三寶佛救了他 這個就是 他因為他必吃牛肉 然後就避掉了一場災難 這個故事是跟大家分享 那算命師說我們不能吃牛肉 那到底是真還是假 那如果說你有疑惑 我們有整理的三個情況 你們自己大約的判斷一下 那如果你有這三種情況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要吃牛肉 第一個就是命待修行 那如果說你本身就是有人告誡你 你一定要修佛一定要修道 或者說我自己看到神明看到神佛 我就會不自覺的想要去拜他 可能會流淚可能有一些感應 這些可能就是累次有修行過 或者說有一些道元的 這些人基本上是盡量不要去吃牛肉 或者是碰牛肉 對自己會比較好 第二個就是八字裡面帶有奎缸心的人 如果說有時候算命老師呢 跟你說你本身命待奎缸 就是所謂的奎缸就是特別聰明的 或者說有能力走大運的 如果說你不吃牛肉 會幫助你的運勢往上提升 那如果說你吃牛肉的話 可能會讓你的運勢受阻 所以有帶奎缸的人 一般基本上那個老師都會提點說 你不要吃牛肉 那第三個呢就是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那有些人呢體質會比較敏感 然後他會感覺到說有動物靈在干擾他 或者說有什麼第三空間的在干擾他 像這種人的話就盡量不要去吃牛肉 減少動物靈對他自己的干擾 有時候有的人他氣場比較容易被跟 然後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睡覺的時候好像都有人在看著 那有時候他只是那種感覺 可是他不知道 然後這個的話就一定要盡量要少碰一些 今天已經結束了 明天 你覺得其實… 搞得很高.. 你覺得就是... 我們來看 你不來看